由新型病毒引发的武汉不明肺炎疫情扩散,港府今五、二十日,公布新的防疫措施,包括将城报准则由湖北省会武汉市,扩展到曾到湖北省而又出现病征的人,另外由明天起要求武汉来港航班的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 被问到为什么不同样要求经高铁站或其他口岸来港的武汉旅客填健康申报表,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解释,如果大量旅客滞留在关口,空气不流通,对控制疫情并不理想。 立法会议员陈恺心认为,如果担心口岸几破,可以在高铁上先派发申报表,再在高铁站放置一个收集箱收集,有问题应该去解决个问题,武汉应该坐牌也就无作。 香港政府讲到,疫情,好严重,但细做出离开行为又无一致。 他亦担心,只监测来自湖北省的旅客,会有漏网之余。 卫生署长,所有确诊个案都曾到武汉,现实如有在14天内曾到武汉,或内地医院,或与武汉肺炎确诊者接触的人,加上有发烧及呼吸道感染病征,救护虚承报的个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是今天公布。